欢迎收看今集,我是叶兆熙 今天我们会看看Walford的第17首 Moderato Assai 这首练习曲是用D Major去写,D大调去写 D Major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曲调 因为我觉得D Major是有一种很热闹 是很开心,是一个有胜利感觉的曲调 也是一个作曲家很常用的曲调 我们要熟悉D Major的感觉 先由它的爬音去唱 大家刚刚听到影片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弹了一个D Major Chord 如果用Sovername唱的话 第一个音呢 第一个音呢我们是唱Rae 不知道大家唱不唱到接着这两个音呢 你应该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除了唱得准第一个音这个D之外呢 你应该一听到这个D 你可以唱完剩下D Major的爬音的接着那两个音 换言之就是F-Sharp和A 记住千万不要唱这个音做D 千万不要唱这个音做D 我可以说这个音是错的 如果你唱D的话是错的 如果你想改善音准的话 你更加不可以唱这个做Do Mi So 你要唱它做Rae Fa La Rae Fa La 还有要唱准 以唱准这些音为目标 如果你唱成Rae Fa La Rae Fa La 这样是没用的 Rae 还有我有一个问题 我经常见到学生就是 就算他们唱得准也好 他们Rae Fa La 其实刚才我唱的音是准的 但是如果你的音 第一你唱到这么短 第二 音和音之间是断开的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等自己去明白一个 一个曲调的感觉 所以你唱的时候 是要将这些音是唱长一点 还有是连贯 Rae Fa La 然后试试反过来 下来的时候 Rae Fa La Rae Fa La Rae 你看到我弹这个 爬音的时候 我也不是这样弹的 所以大家唱的时候 也不应该是这样唱 我是踩着Pedal Rae 然后砌一个F sharp上去 再砌一个A音上去 大家才知道 大家才感觉到 原来D大调的感觉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回这首练习曲 其实呢 我不知道作曲家 是有没有 最初他写这首练习曲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 其实呢 他就是在做我刚才说的那样东西 大家如果看一下 那份譜 头六个小节 最后的两个音 都是一个两拍 他是想让我们 感觉 在这个 曲调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音 原来呢 在第一个小节 这个D major chord 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 或者作曲家 想强调 想我们听清楚的 那个音 竟然不是 竟然不是 那个root 竟然不是那个D 而是那个F sharp 如果这个三度 这个是不准的话 通常我见到的情况是偏低的 但是 如果这个三度 这个是不准的话 通常我见到的情况是偏低的 它会是一个minor 它会是一个小调 只要F sharp 低了一点 人家已经会觉得 这个是不是一个minor 所以其实呢 我猜 作曲家 觉得 那个三度是很重要 所以他想我们 确认一下 到底这个F sharp 是什么准的F sharp 还有我们能不能够 拉起 拉起 比这个F sharp 高一个八度的 音 是否能够 D拉得准呢 它是利用这个方法 令我们对这个排音的感觉 不只是限于 不只是限于这样 而是有变化 是有流动的 就是因为最后 下了这个F sharp 是令整个小节 是丰富了很多 虽然它只是一个 D大调的排音 那大家听一下 如果我在小提琴上面 是会 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3 4 4 5 4 5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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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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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7 6 6 7 8 8 8 9 9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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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很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三手指會偏高 但是如果你叫二手指不可以離開一條弦的話 你知道這兩個音原來是很近才能夠準的 至於是不是要黏起來呢 那就視乎你的手指有多闊有多纖幼 如果你很闊的話,很肥的話,好像蕉那樣的話 當然你的手指可能要黏起來 但是這個就要靠聽音準去判斷 但是就是說你的二手指是不可以離開 你在拉緊的途中,你要看看有沒有哪些地方 即使他沒有這樣寫也好 是需要保留手指的 比如在第三小節 如果大家不就這樣聽 不知道是否知道是哪一隻手指要保留呢 我給大家兩秒 一、二 就是一手指要保留 那個Beat Natural 這是一手指要按住的 千萬不要拉開 我們最不喜歡看到的就是一隻按 同一時間,同一時間另一隻走 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感覺 如果你想手指之間是有默契的話 一定要避免這一種 一隻手指按,一隻手指離開 我們要怎麼理解這個小節呢? 一、二、三、四、五、第五小節 我們不可以以為它只是一個A Major Chord 如果只看三個音,它是一個A Major Chord 但是在這裏我們要多看一個音 我們要看一個G Natural 這個音,用三手指按 這個G Natural 那三手指是會偏高的 很可能會這樣 我希望大家如果是聽到我現在這樣拉 你聽到是不準 而也知道是怎樣不準 是高了的 我們按C-Sharp的時候 手指要打開 但接著按G Natural 一定要回來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我的手指除了低一點之外 是三和二是黏著的 你不要讓二手指離開 你這裏呢 兩隻手指是要黏著的 我想說多一點點 如果我拉二手指的話 大家知不知會是甚麼音呢? 是一個F-Sharp 為甚麼會是F-Sharp 不是F-Natural 因為在D Major裡面 是沒有F-Natural 是F-Sharp 所以即使我們 現在拉的這個小字是沒有F-Sharp 但是我們為了手指之間有默契 我們不會讓這兩個手指這樣分開 C-Sharp 這裏你的C-Sharp 二手指就是要按住了 G Natural 這首練習曲 我覺得可以用上半弓 只是用半弓就夠了 就算我們看到有兩拍都好 用半弓就夠了 很多時候我看到的問題就是 半拍不是很夠膽用 在第一個音的時候 不是很夠膽用 然後只是用了很少 但是跟著的Semi Quafer 又用了很多功 我們一定要避免這件事 盡早去習慣 一看到Semi Quafer 除了知道它是Semi Quafer之外 我們要知道 是提起自己用很少的功 可能在上半弓就用很少的 或者是中弓 或者是下半弓 但無論如何都好 看到Semi Quafer 或者有時看到半拍都好 是要提起自己很少的功 大家拉的時候 第一個音要放膽用 半拍要放膽拉 然後保持 這些Semi Quafer 保持響弓尖 然後回到中弓 另外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看到學生沒有做的 就是那些兩拍不懂得數 他們數兩拍就是 可能是用一拍的長一點 或者是 最多是用一拍去數 好 一拍一拍 大 問題是 如果用兩拍的音 一拍去數到的話 其實那兩拍很多時候是不夠長的 那兩拍很多時候不夠長 變了跟著那個小節的音 第二個小節的音 就會早進入了 我們要怎樣數這兩拍才夠長呢? 你要用半拍去數 1 2 3 4 1 2 3 4 當你習慣了看到長音 你最低限度是用半拍去數的時候 你的長音是一定會夠長的 當你長音夠長的時候 觸拍子的時候 整首歌的感覺才是 不會好像很趕或者很不穩 就像是十分別的 是十分別的 就像是十分別的 尼文貴 是十分別的 是十分別的 又是十分別的 現在總是十分別的 直接轉身 你會不會太大了 然後再說 有十分別的 你會不會太大了 過頭